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深度报道》的内涵和追求 主要想跟大家一起共同探讨和回答一个问题 什么是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的深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有意思的案例 在2013年10月1号的时候 这一天很多人到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去观看升旗仪式 观看升旗仪式结束以后 香港的文会报做了一个报道 关于这个升旗仪式的现场 留下了很多垃圾 标题叫十一万人观升旗广场 以五吨垃圾 那么这篇报道讲了什么内容呢 他说昨天早晨 来自全国各地的约十一名群众 冒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 观看这个升旗仪式 那么但是仪式结束以后 往日空旷整洁的天安门广场 变成了五颜六色的垃圾场 现场有很多的垃圾 最密集的地方 这个垃圾还没有露出地面 然后为了尽快地清理广场上的垃圾 有150名环温工人 共同来清扫 出动了很多垃圾车 在这篇报道的结尾 记者写上 见此 网友纷纷在微博上留言 爱国得从身边做起 请只留下崇敬 带走垃圾 看到这篇报道 读者或者是观众 会留下什么印象呢 就是我们的市民的素质 是有问题的 因为贸雨观看以后 大家没有把随身的垃圾带走 所以在广场上有那么多的垃圾 由此证明 其实我们的市民的数字的 这个文化数字还不够高 它的文明数字还不够高 那么这是这篇动态报道 给我们造成的第一印象 新闻往往就是这样 它第一时间会对一件 刚刚发生的事情 进行快速的 动态的 但是又相对碎片和表面的 一种呈现和新闻 然后这种报道会第一时间 给人留下一种印象 这个直觉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 但是新闻 随着这个事件的层层递进 随着更多的媒体 对于同一个事实 进行不断深入的报道 你会发现 你原来对这个事件的印象 或者看了报道以后 得出的结论 可能会改变 而且这件事是同一件事 所以我们来看 另外一家媒体所做的报道 上海的解放网 他做了一个有意思的报道 也是关于10月1号这一天 升旗以后 广场上出现很多垃圾的问题 第一篇报道显然指责了 或者批评了我们的市民 它的数字有问题 但是第二篇报道呢 却增加了一个数字 一下子让我们对这个事件 有了另外一个意义的解读和结论 标题是 黄金洲天安门广场垃圾日产量 比2005年少了14吨 昨天好多人都在痛批天安门广场 那5吨垃圾 其实5吨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因为去年同一天 这一天的垃圾是8吨 2005年黄金洲日产垃圾 居然是19吨 所以这篇报道得出一个结论 说可见垃圾的增幅在飞速的下降 游客的数字在迅速的增长 各位发现没有 第一篇报道是对这个现场 5吨垃圾做了一个报道 得出了一个结论 市民数字有待提高 第二天呢 第二篇的这个报道呢 对这一天同样一天 上一年移下了多少垃圾 然后找到了一个数字 是8吨 然后又对几年前的那一天的日产垃圾 平均是19吨 所以你会发现 当对一个新闻事件的现场 如果你有了更多的历史资料的比对 你对这个当天 当下的这个现场的意义的解读 会发生改变 所以第二篇报道给你一种感受 好像从历史的数据对比看来 我们的市民数字在提高 没有像你第一篇报道所讲的那么低 所以第二篇报道 又好像给了我们一种新的理解 那么情况还会发生变化吗 各位有没有想到 比较同一天的数据 好像能够说明问题 但是我们黄金周有7天 如果我们比较更多的数据 那么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会不会又发生改变了 我们再看第三篇报道 是精华时报做的 精华时报做了一个更详细的数据比较 就是说我不比较10月1号这一天的 这个垃圾有多少 我要比较10月1号到7号 这一个礼拜之内 它垃圾的日产量和总比 是一共是多少 发现昨天 北京市市政市容委发布消息 9月30号12点到10月7号12点 正好是黄金周7天 天安门地区收运的垃圾 一共有53.82吨 同比增加了6.26吨 增加一成多 然后他介绍了很多这个环卫工人 一起来保障和清扫垃圾 然后介绍了投入了多少人力物理 那么各位如果我们看这个数据 我们会发现 如果按照黄金周7天来做比较的话 发现我们这个垃圾的数量 又比前一年增加了 发现没有 对同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有三篇不同的报道 这三篇报道又有不同的结论 由此说明什么 说明了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 或者我们记者所做的一个 同一事件的报道 其实可以层层被挖掘 可以层层地从表面逐渐走向 这个内力 可以逐渐地慢慢慢慢地 把事实的深度给呈现出来 所以通过这个小小的案例 我们就会发现 新闻事件往往是 我们大部分的媒体 只能报道这个事件的 快速的动态的表面 而深度报道 它做出了一种努力 如果我们一层层 去挖掘更多事实的话 我们对这个事实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 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 当然这三篇报道 并不是深度报道 它都是简单的动态报道 但是通过这三篇报道 对同一事实的报道的 案例的举例 我们看到 对一个新闻事件的 事实真相的逼近 是需要有更多的时间 更多的数据 更深的调查 和更长的 更多的这样大容量的报道 来慢慢逼近它的深度 所以哥伦比亚大学 新闻学院 他们对我们的新闻报道 有三个层次的一种区分 第一层 叫动态新闻 就是对主体新闻事实的报道 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三篇 其实都是这样 那么主体新闻事实 就是发生了一件事 广场这个看官棋 这个看生棋 然后呢 结束以后 现场有五吨垃圾 但是当我们去做更多的调查的时候 比方说 我们就天安门广场 这个垃圾的问题 我们可以做哪些调查呢 第一 我们要了解到 那天的特殊情况 那天下雨 下雨了以后 遗留在广场上的垃圾 可能因为湿了 它的分量会加重 这是一个异常因素吧 对吧 第二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广场上到底有多少垃圾桶 如果当很多人聚集在广场的时候 我们要扔垃圾 到底是不是方便 如果有很多垃圾桶 显然 我相信垃圾入桶的比例会高很多 但广场如果从 如果它垃圾桶并不多 那么恐怕我们并不能简单的 就将现场有很多垃圾 归结为是市民数字的问题 还有第三 我们会发现 我们要做一点比较 可是我们如果只做 10月1号这一天的历史比较 我们好像得出来的结论 跟我们做黄金周七天的 历史数据的比较会不一样 显然 如果我们对七天的数据 做更多的比较 它会更有说服力 而不仅仅是一天 对吧 那么这些都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们在做 日常新闻报道 或者动态新闻的基础上 我们是可以做更多的调查 我们做更多的调查 就是第二种报道形式 就是调查性报道 所以所谓调查性报道 就是涉及到了主体新闻事实 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和实质 那么通过天安门广场 遗留五吨垃圾 这件事件的多篇报道 我们慢慢发现 我们只有做更深的调查 我们才可以对这个事件 得出我们的分析 我们才基于更多的数据 和案例的基础之上 我们才可以对这件事情 意义的把握 逼近它可能这件事情 本来的真相 那么因此只有调查 才可能分析或解释 那么第三层次的这个报道 就是解释性报道 解释性报道 就是在调查性报道的基础上 做出解释的一种报道形式 所以那么各位 动态新闻 其实就是日常的 通常主要是消息 那么调查性报道和深度报道 调查性报道和解释性报道 就是我们所讲的深度报道 深度报道就是要超越 这个动态新闻的这个基本层次 然后逐步地走向更多的调查 和更深的更深入的解释 所以从这个哥伦比尔大学 新闻学院对新闻报道 三个层次的划分来看 我们就明白了 深度报道要在后两个层次上 做更多的追求和努力 那么什么是深度报道呢 要对一个报道题材做界定 并不是一件特别容易的事 有很多不同的学者 或者是媒体人 他们对这个深度报道的理解 会有很大的差别 我们把他们的这个观点 稍微梳理一下的话 会发现对深度报道有三种理解 第一种 认为深度报道是一种报道文体 那么就意味着深度报道 只是一个单个的一种文本的报道 文体体财 那么这种报道文体是怎么样呢 它是跟消息和特写肯定不一样的 消息只是一事一报或多事一报 它需要在特别短的篇幅里面 把最最重要的事实告诉我们的读者和观众和受众 而深度报道它需要有更多的这个信息量 所以现代新闻采访写作教程 就把深度报道跟解释性报道 预见性报道划为一类 在我们国家呢 深度报道也会被称为全息报道 全方位报道解释新闻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种认识是把深度报道跟消息作为一种对应 作为一个单一的文体 有人就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观点 他说有一件事情 我做了一个整版的报道 我有一篇消息 我有一个特写 我有背景资料的链接 你说我难道没有深度吗 所以按照这种观点就认为深度报道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本 或者一种文体 它应该是一种报道形式 比方说我们这个城市发生了一起 比方说特别大的下了一场特别大的暴雨 这场暴雨对我们的生活生产带来很大的影响 甚至在这场暴雨当中也有不幸的市民意外的遭遇了事故 而离开这个世界 那么因此我们的记者 一方面要去关注这个个体命运的悲惨 关注这个个体遭遇了这个突然间这么大的这个家庭 遭遇了这个变故以后 对他们家生活的一种影响 那么还有记者要去关注这场暴雨 对工业生产的影响 还有记者要去关注这场暴雨 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那么很多记者做了很多报道 也许我们第二天的报纸就会拿出四个整版 甚至八个整版来报道这场暴雨 有人认为这才是一种更加有意义的深度报道 这个深度报道是通过多篇报道共同完成 那么甚至这个暴雨这个事件 也许连下了三天 我们这个报纸会连续拿很多的篇幅 连续几天来连续跟踪的报道这个事件 所以你会发现上述两种形式 一种是组合报道 一种是连续的跟踪报道 所以有人说这个才是更好的深度报道 或者深度报道就应该是指这样的一种报道形式 因此所以有这样的一种定义说 深度报道是一种阐明事件因果关系 预测发展趋势的报道形式 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报道问题 就像新闻学大词典里面也说 深度报道是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 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和矛盾的演变 影响的作用来报道新闻的一种形式 那么深度报道作为一种报道形式 就不仅仅强调它只是一个报道问题 但是除了第二种观点以外 还有人又提出了第三种观点 他说为什么你们要那么的局限于形式 而不追求内容 如果我只是三百字的消息 但是这个消息里面点出了某件事情 特别重大的意义所在 或者点出了某一个特别重大的新闻背景 难道它就没有深度吗 一篇非常短的消息 如果我有充分的事实和信息量 甚至具有重大价值的内容在里头 那么短消息也依然可以有深度 那么因此基于这种观点 又有第三种对深度报道理解 深度报道是一种报道指趣 指趣是什么 是一种兴趣和追求 所以你不能只是根据文本 或者是这个信息量这个表面来确定 我是多大的这种篇幅 所以有学者认为 深度这个词天然就是跟新闻联系在一起 每一篇新闻都要追求它的深度 肤浅的不深刻的新闻 根本就不是新闻 陈作平他也认为 深度报道没有固定的格式 也不应该受长短篇幅的限制 他即便是一条消息 利益高远 对问题反映深刻 也要被看作是深度报道 那么在座各位同学 你们会觉得深度报道是什么 是报道问题吗 是报道形式吗 还是报道指趣 每个人的答案可能会不一样 有些同学认为是指趣 有些同学可能认为是文体或者形式 其实在我看来 对一个业务操作的概念来讲 有没有一个定义 其实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对这种报道形式 或者报道文体特点的把握 和在实践当中有一种共同的追求 那么这个追求是什么 就是追求新闻的深度 所以我并不给大家一个结论 你可以有自己的理解 你不需要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标准答案 我们的看法是 只要你对深度报道 它的基本特点 有自己基本的判断 对它的价值追求 有自己一种共识性的理解 就可以了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非得坚持 哪一个定义 才是最标准的 那么怎么看深度报道呢 何谓深度报道呢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 有一些这样的定义 你看这其实看上去 像是一个不那么像定义的定义 就是美国的哈欣斯委员会 他们做了一个著名的报告 叫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件 当然这个报告 主要不是研究深度报道 而是针对美国新闻业 过度的商业化 市场化 所呈现出来的各种负面问题 和负面效应 进行诊断 然后提出一个更高的要求 那么这个对新闻业更高的要求 既坚持自由的报道 同时又追求社会的责任 所以这个报告叫 一个自由而负责任的新闻件 那么在这个著名的 有影响力的报告当中呢 其中就讲到深度报道是什么 他说深度报道 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 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 可以真正表现意义的脉络当中 我个人非常喜欢这句话的描述 真正的意义的脉络 其实这句话就体现了 深度报道对深的追求 脉络意味着它不是单个的事实 它可能是事实的网络 可能是信息的网络 而这个脉络又意味着 这个事实至于背景当中 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新闻报道不仅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它还可以让我去理解 这件事情背后 这件事对社会的一种影响 以及我应该如何来理解这件事 所以真正意义的脉络 就那么简单的几句话 但是它体现出了什么 体现出了我们对一种 新闻事实深度的一种追求 而且这种追求并没有一个 特别僵化的边界 或者特别明晰的一个边界 它是可以渐进的 可以不断努力的 真正意义的脉络 什么是真正的意义 我想对复杂社会现实当中的 不同的事件 大家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而真正的意义 只意味着我们对这个事实的 深入的挖掘 能够不断的逼近真相 同时又避免随意的宣称 我已经到达了真相 所以深度报道是 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稍微解释一点 它就是力图通过新闻事件 和社会的一种关联 阐释新闻背后 更深层意义的一种报道形式 那么这样的一种解释 我们也说它不是一个定义 但它只是说 特别需要注意 每一个事件和社会的关联 那么各位 天安门广场上 一下五吨垃圾 我们也要把这件事情 跟这个社会 更终身的背景结合在一起 我们才有更深的理解 比方说 我们要知道 这跟天安门广场 这样一个特殊的场合 特别庄严的 但是也对安保要求 特别高的一个空间 那么它当中垃圾桶的摆放 和它公共安全治理的特殊要求 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我们也要考虑到 其实每一天都在升旗 可是10月1号到黄金周期间 大量的外地游客到北京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态的时刻 而且大家去看升旗 既是一种对爱国的表现 同时也是一个到北京旅游的时候 给自己留下一个难忘的这种印象 那么我们如果更广阔的去考虑 在全世界各国 广场也会有类似的 狂欢活动或者聚会活动 那么如果我们更多的去看一看 比方说在美国的广场 英国的广场 举办类似的这个活动的时候 那么当地的市民会留下垃圾吗 他们的垃圾 真的也可以完全放到垃圾桶里吗 如果我们做更多的比较呢 我们就可能会 特别慎重的去下一个结论 中国人数字不行 恐怕要获得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会获得 我们会变得非常审慎 所以深度报道在试图 让我们对事件产生意义的理解 但是它又时刻告诉我们 对事件意义的理解 一定要保持审慎 我们来后面还会看更多的类似的案例 所以深度报道的一个基本追求是什么 皆是真相 真相是什么 一般的教科书里面并没有给我们答案 但是我们知道真相跟事实不一样 事实好像是 比方说事实好像是 我们看到了路边发生了一起车祸 这个路口发生了一起车祸 有车把一个打工妹给撞死了 这也许就是单个的事实 可是有的记者只会报道 上个月这里发生了一起车祸 然后去年这里发生过一起车祸 每一个事件都会单独的报道 这是有一些只做动态新闻的社会新闻记者 他的日常工作 但是有一些记者不一样 他会做联系 他会做分析 他突然间说 我有没有可能把这个城市 过去一年发生车祸的路口和地点 都做一个数据统计 我有没有可能把过去五年 这个城市所发生的这个车祸的地点 都做一个数据的统计 当我把五年的数据综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突然间发现这个路口有问题 为什么 它是整个城市发生车祸的几率最高的地方 于是他就去寻找原因 发现背后跟这个路口的红绿灯的设计有关系 或者跟这个路口的前方有一桩大楼 它的外墙玻璃特别的亮 而当大白天阳光照到那个玻璃上 会造成反光或者刺眼的光 那么这边行进的这个车或者是路人 就会很不舒服 那么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导致了这个地方发生车祸几率的增加 然后这个记者做了众生的分析以后 也许找到了原因 你会发现一个善于把一个点扩展到一个面 把一件具体事实跟更多的事实联系在一起 去做更深入分析的记者 他才具有做深度报道的潜力和能力和素质 所以事实跟真相就会不一样 事实或者是一般的报道 只是告诉我们局部碎片的事实表现 但是深度报道却能够尽量的 全面的系统的呈现事实跟事实的关系 它的止去就是要超越事实 皆是真相 所以李普曼在他著名的 这个舆论学这本书当中讲到 一般的新闻功能 只是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我们刚才讲到 这个路口又发现一起车祸了 但是深度报道不一样 他会把这种发生车祸的事件联系在一起 然后使现实真正的面貌可以呈现出来 让人们可以之所反应 所以事实和真相的差别就在这个地方 事实是比较单个的 真相是比较联系的 事实是比较表面的 真相是比较具有深度的 事实是大部分人可以一眼看穿的 而深度呢 真相呢 需要我们做更多的调查 才能慢慢逼近 所以我们简单的 把常规报道的 所揭示的事实 和深度报道 所试图呈现的真相 做一个对比 对吧 一个是碎片的报道事实 一个是全面呈现事实的关系 一个是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是使人们可以真正的之所反应 那么这么讲的话呢 大家也许依然会觉得 好像有点太理论化 我们怎么可以更加直观的 获得这种感受 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非常有意思 各位这个案例呢 讲是什么呢 从西安开往广州 有一趟列车 二七四次列车 上面发生了一件事 有一个大学生为了制止小偷 偷他的东西 这个被小偷刺伤了 然后小偷快速地 逃下了这趟列车 而车上的乘务员和陈景 都没有做处理 如果你听到这件事实 如果你是记者去做报道 你会得出一个特别简单的结论 就这趟车管理的台论 这个这趟车上面的 乘务员和陈景 素质很低 他们竟然对大学生 制止小偷 被小偷刺伤这件事情 做事不理 于是呢 新华社河南分社 就对这件事情做了一个动态的报道 这个报道出来以后 引起舆论的关注 很多人就批评 二七四次列车上的陈景 陈务员的数字太差 然后这个时候 新华社的一个记者 方静玉和河南分社的记者 再次上了二七四次列车 可他们这次 对二七四次列车的回访 跟之前的报道不一样 之前的记者只是知道这件事情 盖要的报道这件事情 可是这两个记者 他们用了一些 类似于像社会调查的方法 进入到这趟车上 详细地去了解 这趟车的各方面的情况 比方说 我要了解这趟列车 是什么样的人在乘坐 会发现 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 没有太多的有钱人 坐这趟车 所以这趟车 是一个普通的列车 第二呢 他们客观地发现了 这趟列车有一个问题 他停靠的站点特别多 开一会儿 停一会儿 开一会儿 停一会儿 如果像我们今天这样 比方说从上海到北京 一路不停 直接直达 那么小偷偷了东西 想逃 那只能是跳车了 对不对 但是这趟列车 非常方便你 到下一站就可以溜了 所以这跟他客观停靠的站点的 这个非常多 是有关系的 记者还不满足这点 记者还想了解更多 这趟列车上的陈景和乘务员 数字为什么很差 他们是从哪来的 他们在这里工作 对自己工作满意吗 他们数字差 是因为个人原因导致的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的 记者通过稍稍的调查 发现了一些有意思的事实 原来这趟列车呢 是一个 不是一个 这个金户金广的直达特快 所以他不会有高级领导坐 坐在这趟列车上 工作的这个员工啊 他们经常有一种 非常对自己职业不满意的 一种心态 为什么呢 因为优秀的陈景和乘务员 广州铁路局都会把他 集中到金户金广县 所以铁道部平轩进 永远没有这趟列车什么事 就这趟列车上的员工 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获得荣誉 那么更为可笑的是 广州铁路局犯了一点小错误的 工作上不积极的员工 还会被经常发配和调到这个 二七四次列车上来 所以各位就知道 这一趟列车上的员工 都是本来就相对表现不那么好 又被集中放到这趟列车上来 所以在这趟列车上工作呢 你荣誉少 奖金少 员工本来就有破罐子破摔的念头 当你了解了更多 你会发现原来这趟列车本来就是最不受领导喜欢的一趟列车 尽管这件事 这个报道主要发生在八十年代 但是你们看到 当记者上了这趟列车 做了更深入的调查以后 发现得出来对这件事情意义的理解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什么不一样呢 全面的动态报道只是讲员工素质差 但是后面的深度报道 让我们对这件事情有了更多的理解 就是管理比较乱 我们是怎么慢慢逼近这个管理比较乱的真相呢 我们会发现我们要去了解人的背景 这趟列车上乘务员乘警已经在什么岗位 干什么事情 怎么被安排到2744列车的 我们需要了解这趟车的历史 这个列车过去的管理状况怎么样 它是怎么逐步恶化的 那么它导致它管理恶化或者服务 缴叉的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分别是什么 这趟列车的运行状况怎么样 什么样的乘客 停靠多少频率 列车的这个机车状况怎么样 我们要了解它的管理方式 铁路区如何来配备优质的资源 怎么来安排员工 我们去了解了人的历史车的背景 发现没有 这块是我们要对过去了解更多 今天发现一个事情 我们一旦从过去更长的时间来了解 今天的这件事情的背景 我们会对什么原因导致今天 会有更多的理解和把握 同时我们不仅要了解这个车上的人 要了解车上的乘客和这个乘务员和乘警 我们还要了解背后的管理机构 就是广州铁路区 那么通过这个小小的案例 大家是不是稍微有一点这样的感受 我们对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想要去逼近真相 我们要从两个维度做努力 这两个维度分别是什么 一个时间的维度 还有一个空间的维度 我们只有在更深的时间线索当中 去做挖掘 我们才会知道 昨天 今天和明天 我们只有跳出一部车 从一个机构走向背后的管理 我们才会从一个点走向一个面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理解 才会更加的深刻 所以因此 下面我们就给大家一个 我自己多年从事深度报道教学和研究 所总结出来的深度报道的一个 逼近真相和接近真相的典型的武器 或者是一个工具或者方法论 就是我把它概括成时空搅拌机 时空搅拌机很简单 发生任何一个事件 我们首先像一个鸡蛋黄一样 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它的核心现场 那么各位 对于刚才2744列车 核心现场是什么 就是对大学生制止小偷 然后呢 陈景坐视不理 小偷跳车逃跑 这就是我们的核心现场 我们要把一个核心现场里面的人和事 基本搞清楚 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我们把这个基本事实搞清楚 这是新闻记者 最最起码应该做到的 可是仅仅有这个鸡蛋黄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有蛋清 我们要需要有什么 更多的事实 对吧 这个更多的事实 我把它叫做关联事实 那么这个更多的事实从哪里来呢 我们要从两个维度去努力 一个维度 时间的维度 时间的维度 我们首先要看过去 它的历史背景 它的这个历史的回顾 我们对今天 它的过去有更多了解 另外 我们要看将来 它的发展趋势会怎么样 它的远景是怎么样 所以各位 第一 从时间的线索上 去寻找更多的事实吧 去了解这件事情 它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才可能 对这件事情的 时间上的各种更多的 关联的事实 做更多的挖掘 但是 做到这点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去 寻找更多的事实 那么第二个维度 就是空间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报道一件事情 要走向更多的 从空间层次上 去做更多的事实挖掘 可是很少有人告诉大家 在新闻报道当中 或深度报道当中 空间的这个要素 或者空间层面的事实 主要体现为哪些 我们给大家 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概括 我觉得这是非常管用的 第一 就是人际关系 或人际网络 我们去报道一个老师 他乐于奉献 可是我们报道 这样一个人物 我们一定要了解 他身边的人 对他的评价 以及他跟他身边的人 是怎么交往 比方说 他会不会因过于严厉 他有些学生 反倒对他有抱怨 但是有更多的学生 喜欢老师的眼里 他的同事之间 他跟同事之间的关系 是怎么相处的 他自己作为学生的时候 他的导师 对他是怎么评价的 他会不会花了很多精力 投入到工作当中 那么他的家人 或者孩子 会不会对他有抱怨 还有他的学术合作伙伴 他的竞争对手 我们一定要了解 这个人身边更多的人 就是他的社会关系网络 他的人际网络 我们了解了更多的人 我们才能对这个人 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价 我们不能仅仅听他一面之词 所以做新闻报道 人本身就是故事的主角 我们要从这个个体 走向他身边的人 跟他的这个交往 第二 我们如果报道一个教师 我们不能仅仅 只是了解他身边的人 我们还要知道 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行业 他是教师这个职业 大学老师的职业 跟中学老师 就会有不一样的生存状况 和生存心态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了解 大学教师这个职业的特定特点 还有第三 同样是做老师 我相信在中国做老师 和在美国做老师 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吧 然后他的这个考核体系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旦 对一件事情 或者一个人 进行这种区域的比较 我们会对他 更多的一种了解和理解 所以深度报道意味着 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件事情 放到我送给大家的 这个时空搅拌机里面 更多的搅拌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 深度的追求 才会慢慢浮出水面 然后大家就说了 这怎么听起来 像在做一个社会调查 对 深度报道 在某种程度上 就有点类似于社会调查 但是它跟社会调查有不一样 因为新闻 它要有时效的要求 我不可能给你 很长的时间 一年半年 你做出一个五万字的调查报告 版面没有地方发表 时效也已经过了 所以对新闻 我们还有一个 作为深度报道的要求 就是事实的边界 这个边界 要紧扣新闻价值来展开 所以因此 事实搅拌机 给了大家今后从事 深度报道的一个典型路径 我们把任何事件 放到这个搅拌机里面去 搅拌搅拌 我们获取更多的事实 我们会慢慢接近 对这个事实 真正意义的理解 那么所以我特别希望大家 能够记住我们讲的 这个时空搅拌机 在今后的报道当中 和实践当中 来尝试一下 那么举几个例子 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正式建成了 中国青年报 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深度报道 叫半个世纪的论真 那么这篇报道 回顾了三峡工程 从毛泽东时代 到邓小平时代 到江泽民时代 三任的不同的领导人 不同阶段的 对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 一旦放到这个 半个世纪的论真当中 去看三峡工程 你对三峡工程理解 就不仅仅这是一个 举世瞩目的大工程 你会一定会对这个工程的 有更多的理解 什么理解呢 它确实能够带来发电 但是它也会造成 生态的变迁 甚至是局部气候的变迁 还有它带来非常高的 迁移的人口 迁移的成本 所以一项工程背后的 社会意义 你有更深的解读 从哪里来 从时间线索 半个世纪的论真而来 第二 死刑复合权 最高人民法院 把死刑复合权 收归到高院去了 就收归到最高人民法院 那么这样的一个 收归到高院 你又要去追溯历史 它一直都在这个地方吗 还是曾经在高院 后来下放到这个地方 那么一旦追溯历史 你就会发现了 八十年代 那个时候跟 社会治安状况不够好 国家要进行一定的严打 这个有关系 所以死刑复合权 收归高院 意味着中国在法治上 又迈出了一个 非常进步和文明的一步 就是我们要胜杀和少杀 但是一旦追溯历史 你就会明白 法治从来都不是 静态的一个刚性规则 它要跟特定的 社会情境所结合 对吧 同样的这个司法的这个实践 那么它的这个具体情境 会影响它的社会情境 会影响它的执法的这种方式 因此这样的一个历史 稍微一了解 你又对这件事情 有更多理解 我们再看 奥运的奖牌统计 我们中国特别在意 奥运会的金牌 每年的时候我们要统计 就是每一届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要统计金牌 那么08年北京奥运会 中国的金牌总数 全球第一 那么我们当然会觉得 中国仿佛已经是体育大国 我们会发现 我们统计的是 每一个国家得金牌的数量 但是如果我们稍微做点比较 我们看看美国人是怎么统计的 你会发现美国人始终是第一 为什么呢 因为他统计金银铜牌 他统计奖牌 各位 一旦做空间上的一座比较 你马上意识到了 统计规则 对于一个国家形象 和民族自身性的意义和价值 你也会知道了 中美双方各自所制定的 不同的奖牌的统计规则 你对这个奖牌统计 又有了更加深入的一种理解 那么比方说中央采取的 在经济相对困难情况下的 政府投资的这种去向 如果你做点比较会发现 中国投资的四万亿 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可以拉动经济 还有创造就业 而美国更多的在投资新能源 干细胞等高科技行业 你只要一分析它的投资结构 你就明白了 投资的去向和领域的分布 背后涉及到 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 和它的经济结构 显然西方在经济的 这个新能源 新经济领域 比中国走得更强 所以各位 任何一个事件 我们一旦在纵向的时间上 做更多的深入信息的 这个调查和把握 在横向上 做更多的信息的开决 我们对这件事情的意义 都会慢慢超越表面事实 去接近那个事实的真相 所以我又给大家 画了一个简单的图 叫行动者和空间 空间包括时间和空间 行动者就是新闻事件的主角 我们要把一个人 做的一件事 放到一个更大的社会舞台 在一个更有张力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架构当中 我们才能对新闻事件 超越它的表象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继续要避免 一个人的行动 都是社会的制度 或社会情境所决定的 同时呢 也需要去捕捉 在一个特定事件当中 这个人 他的行为的特殊逻辑 这么讲 可能对大家来讲 有一点艰深 但是我们在这 稍微提一提 那些对社会学理论 比较感兴趣的同学 看到这张图 就会有一种感受 哇 原来 所谓建构主义的社会方法论 跟我们的深度报道之间 是有结合的 我们要在一个复杂事件当中 既看到这个人和这件事 背后的社会逻辑 同时我们要避免 把所有的社会原因 都叠加到 为这个人和这件事 寻找他行动的原因 我们要看到 哪些是被结构决定的 哪些可能是他 对这个结构的改造 所以深度报道跟社会调查 其实是有一种结合 这种结合和相似点就在于 他们都需要有一种 社会学想象力 都会要关注 行动者的一种能动性 但是他们之间有区别 一个是重视反常 兼顾热点 多讲故事 这是我们深度报道 作为一个新闻报道的 文体和形式的特殊要求 你的题材选择 得要是有热点性的 大家都关注 你得要有新闻的时效 同时你要善于讲故事 你不能像社会调查报告那样 写得那么冗长 那么枯燥 我要写得更加的 这个生动和鲜活 但是社会调查 通常会重视寻常 不求时效 少讲故事 但是他们之间 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对现实 更加深入的了解和把握 这就是深度报道 时空搅拌机 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那么最后我们讲一下 深度报道的三种独立文体 这部分非常简单 刚才其实已经讲到过 调查性报道 就是它要关乎公共利益 鼓励记者的主动参与调查 而且内容大多是具有负面的 这个体材 所以我们国家的调查报道 跟西方会有不一样 在西方更加会强调调查报道的八分 或者这种街黑的性质 而在中国 调查性报道更多强调 对复杂社会现实的一种揭示和呈现 那么第二个 刚才也讲过 解释性报道 就是在调查的基础上 通过更多的历史性 环境性 简历性 数据性 反映性的事实 来帮助我们对事件进行解释 所以调查性报道如果侧重一个复杂事实 背后的事实是什么 那么解释性报道就更加侧重于 为什么发生这个事情 所以解释性报道主要是在 为什么在原因上做更多的一种追求 那么还有第三种 就是预测性报道 预测性报道很简单 基于过去事实的分析 去预测将来 所以你看 在经济新闻领域 就会有很多的预测报道 根据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 来预测下一步 中国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发展趋势 所以各位 调查性报道简单来讲 是对大家不知道的是什么进行挖掘 那么解释性报道 是对为什么进行挖掘 那么预测性报道 就会对怎么样进行挖掘 对不对 所以是什么 为什么 怎么样 这三个关键词抓住了 我们对三种深度报道 最常见的文体的特点 就有把握了 好了 总结一下 第一讲 深度报道的内涵和追求 给我们带来了 这么一些结论和启示 第一 深度报道要尽可能的呈现 全面的系统的呈现 事实跟事实的关系 这样的话才可能接近真相 第二 深度报道的采访 要从纵向的时间线和横向的空间 这两个维度来获取更多的事实 具体包括核心现场 人际的关系 行业的状况 区域的比较等等 第三 深度报道会包括 侧重于是什么的调查性报道 侧重于为什么的解释性报道 和侧重于怎么样的预测性报道 这是我们常见的三种文体类型 其中 调查性报道 无疑是最具有干预现实 影响现实的力度的一种深度报道形式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第一讲 要跟大家交流的内容 深度报道的内涵和追求